猎缺穴在我们的手腕上,离腕横纹大概1.5寸的地方,猎缺穴是手太阉肺经的经穴和落穴,同时它跟任脉交汇,猎缺穴的主要功效是宣肺驱风,疏通活络,而肺开窍于鼻,肺气不利则鼻塞不通,因此猎缺穴还有轻力肺气,通窍的功效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,因为与任脉交汇互通,所以对于很多任脉的病症,猎缺亦是行家离手,如常见的妇女痛经,爱酒猎缺可以分分钟解决。 内针的原则,猎缺相当于颈部的同气,所以对于颈部的一些问题,如常见的咽喉毛病,针猎缺往往守到勤来,而对于头像的毛病,更是不在话下,头像的问题,多跟阳经相关,当我们头像出现问题,说明身体的阳病了,方法就是阳病之因,而与肚脉相对的,就是韧脉,而猎缺擅知韧脉病症,因此头像寻猎缺,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 感谢观看